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必须更换这整个 那你看一下镜头 这个是原本它行李箱的座 那我们更换完的座是长这样子 我觉得算还不错 就是算形状有贴合 因为每个行李箱的角都不一样 要找到百分之百 就是完全密合的不容易 那我现在找到的这一款呢 就是差一点点 但它锁起来是蛮紧的 所以我觉得蛮安心的 然后轮子是长这样子 那更换这个大家会觉得是不是很难 那我自己试了一遍之后 我觉得其实还蛮好上手的 所以今天来教大家 但是前提是如果你这一只脚坏掉 你必须四只脚都更换 因为它原厂的 跟你买的这种高度啊 长度啊轮胎的大小 一定会有不同 所以如果你要更换一只的话 就必须买四只 那四只脚的费用大概500块左右 我觉得比去维修 跟直接换掉整个行李箱都划算 那这个尺寸大家会觉得很难选 对不对 没关系 我们就直接把你拆下来的 我们等一下会教大家拆 把你拆下来的这个角 直接拍下来 然后拍给那个店家 他就可以直接跟你说要买哪一款 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就是专门在卖这种轮子的 所以他们一看里面的架构 就知道需要选购哪一款 所以我觉得蛮方便的 那我们来 这个是换好的 我们来换一个给大家看 那行李箱打开呢 它都会有一个拉链层 你把拉链层打开 这样不知道有没有看到 会有个 拉链层这个 里面打开它是里面的架构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到轮子 轮子 这个方向 让大家看到这边 有锁上新的螺丝 这个是我们刚刚安装上去的 那我们现在来教大家换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的话 把镜头推前面 它打开里面是长这样子 它这一款是有螺丝 然后它会有一个 泡棉胶 我们把它撕掉 它里面螺丝就会露出来 然后我们把它的螺丝 先剪开 它是有螺丝 就会有螺丝 如果把它的螺丝 有螺丝就会露出来 就会给大家看到 我们下链层的螺丝 在这边 它是不够的螺丝 就会露出来 我们下链层的螺丝 就会露出来 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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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個螺絲 總共有5個螺絲 用這個在這裡面 我覺得它用這種泡棉膠黏住 應該是要防止 就是拖久了 然後螺絲會突入 把這5個螺絲拆下來之後 它的整個角就會掉 我們把5個螺絲拆掉之後 它是有一個這個蓋子 然後它的角就可以直接拿下來 原本的角就是長這樣子 然後上面有一個蓋子 然後把它貼合之後 鎖起來 那我們新買的是長這樣子 新買的是長這樣子 就螺絲位置 一樣的 然後買的時候它都是兩個一組 然後會附一包這種螺絲 就是我們剛剛拆下來 你要用它的 或者用原本的都可以 那我們來裝給大家看 首先呢就是要把這個 這個角 就是裝到 這樣子 這裡就是我們剛剛拆下來的 那我們要把新買的這個 裝上去 這樣子 這樣子 看我剛剛說它貼合大概有 我覺得有95%以上吧 然後壓著之後呢 把這個打開 然後把剛剛的拆下來的這一片 再放上去 這樣這個位置 然後再照原本的洞 把螺絲鎖上 那你要用原本舊的 或者是 它附送的都可以 就把原本你拆下來的 那五個點的螺絲鎖緊 拿進去 它們要卡到它的位置 我覺得它厚薄度可能不一樣 因為我上一組是用它送的螺絲比較長的 那我們來試試看 用原廠的你看它的長度有差 我拆給大家看 它原廠的長度這樣子 然後它送的長度這樣 所以我覺得可能構造上也有不同 所以我們就用它附贈的那個螺絲比較保險 然後我們再鎖一次 附贈的螺絲比較長就會覺得它有鎖到的 就是有鎖緊的感覺 剛剛我用原廠的它是沒有鎖緊的感覺 然後就把五個螺絲都裝上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它的貼合度 我們要先收到兩個了 暗子 勒同壺 它都是雙挑戰的 創佔的 lieu儀廢 平麗 那大家锁完之后呢 也可以像原厂这样 拿一个泡面胶把它拧住 那最边边的位置会比较不好锁 因为螺丝不好移动 我们等一下再来锁那一颗 就好像没有卡到它的位置 然后确定它都锁紧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密合度 先把新鲜关起来 我们刚装的是这一边 它我觉得锁紧之后它的密合度是还不错 就是跟原厂没有差太多的 然后也蛮紧的 所以把四只脚都换完之后 我觉得它的高低差就会一样 因为现在我只换两只脚 它可能会不平衡 因为你看它新买的杆子这么短 但它原厂的杆子是长的 所以换完之后呢 四个都换完之后我觉得就会 就会很好拖 所以如果有要更换这种 整个轮子的我觉得可以动手试试看 因为不难 因为每个行李箱上面它都会有 这种拉链 其实打开 螺丝解开 只要你买对轮子的话 就可以自己更换 而且现在的卖家蛮贴心的 因为它会建议你购买的款式 那它有保证说就是如果 买回去不能装的话 它可以免费退 所以我觉得还蛮安心的 因为一组大概 五六百块左右 如果真的不能用就退 那如果 可以用 这样花五六百块 就等于换了一个 新的行李箱 所以如果大家行李箱 有轮子的问题 想要更换都可以试试看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 在影片下方留言 拜拜